自然贯穿了人生命的任何一件东西 我们自己周遭所有的事物其实都是自然的 我们每天都是在自然世界的循环里面的 玉石这种材料其实是一个大地的馈赠 跟不同的人交往会形成不同的东西 心思 象征着太阳光明 当你去触摸去调整去改变它的形态的时候 它也是自由的 中国古人对于这些玉石以及这些石料的采用 他也考虑到了天人合一 一些食材,一些材料 它本身跟人之间有很好的一个复古的作用 怎么能把大自然形成的这些玉石的材料 能够很好的跟黄金这样一种非常有延展性和柔韧性的一个材料 护佑 这样是一个天地之心形成的过程 也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叫天心 古代很多跟玉和金有关的首饰 实际上跟古代的天文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 这次第一批的作品选用的是福建的寿山石 我在这个里面一直在找一个东西叫做钟 根据每一块的石料 它的材质找它的钟 把细筋的工艺做在钟上面 跟它整个的形成一个语境 金丝编织是我的创作理念灌常的一种技术 金锡金工艺一直跟皇家 宫廷以及很多贵重的首饰 它是有着紧密的联系 将中国传统的这种金丝工艺 跟玉石材料做了一个结合 中国在古代文化里面 很重要的是跟人对于天象的观测 以及对于地理的这种研究 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物质世界 玉石和这些金丝 把它们两者进行一种融合 最终这个作品还是要体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每一件作品就像一个人 玉石也像人 金丝它其实也像人 每一件作品它能形成的形态 就像人一样 它能够有各种各样的姿态 我希望我的作品是一件活态的作品 它就像是自然一样 它有自己的生命的轨迹 它有不同时间的变化 被人佩戴以后 它会跟人之间产生关系 当代的自然的景物 和当代的人文的东西 能够浓缩在里面作为一个记录 未来的人看到这件东西以后 他会知道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